大家好,我是娟娟,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呢我来教大家勾这一款做垫 说是做垫呢,因为它尺寸比较小 对吧,如果你把这个尺寸勾大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勾成一个毯子 还可以勾成一个瓢窗垫 都可以的,勾法是这样一个勾法 我们这个做垫呢,上面是包括19朵这样的小花 大家看一下每一朵小花呢 它是下面都有一个底盘 然后呢,把它19朵小花勾好以后呢 我们再把它镶嵌在下面的这个大的这个底盘上面 下面是有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底盘 我们勾好这个底盘以后呢 再把上面的19朵小花呢,给它镶嵌在这个大的底盘上面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叫大家来勾这款毯子 先从这朵小花的部分呢,开始叫大家来勾 先叫大家勾这一朵小花的部分 好,接下来呢,我来教大家勾这朵小花 我们这个坐垫上面总共是有19朵这样的小花的 每一朵小花下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圆片 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圆片勾好 然后再勾上面的这个花的部分就可以了 我们先勾下面的圆片部分 圆片呢,和中心的那个花蕊的部分呢,是一个颜色 我们今天勾红色系的 首先呢,用手指这样绕一个线圈 右手拿下来 放回到左手这样拿着 然后呢,两个手指把线加住勾针,穿进去 然后呢,用勾针呢,把线勾住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线圈在这个大线圈上面固定一下 所以呢,我们先勾住线,拉过这个线圈来 这样的话呢,这个线就在这个线圈上面固定住了 在这个圆圈上面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勾三个变子针 大家看一下变子针的勾法 和刚才一样,勾针勾住线拉过来 勾住线拉过来 勾住线拉过来就可以了 勾三个变子针 这三个变子针是作为一针长针存在 也是作为长针的奇力针存在的 由于我们接下来要在这个圆里面呢 连续勾上14个长针 这三个变子针呢,算作是第一针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圆里面 再继续勾上13个长针就可以了 我们勾一下长针 用勾针先把线挽住 然后呢,从这个线圈里面穿针过去 把线拉过来 拉到和辫子针同等的高度 这个时候勾针上面是有三个线圈的,对不对 我们首先先把前面两个线圈并针 拉线 并针并在一起 好了,这个时候又出现两个线圈 再把这两个线圈再一次拉线 并针并在一起 那么,这就是一针完整的长针 然后呢,最开始呢 三个变子针是算作一个长针的,对吧 然后刚才我们勾的是一针真正的长针 那么我们在第一针真正的长针 上面的针牙处做一个标记 最开始三个变子针不要管 我们直接在第一个长针 第一个真正的长针上面的这个针牙的部分 就是双层的变子针 这个地方呢,算上一个标记 用叫扣标记出来 三个变子针的地方不要管 直接在第一个长针上面的针牙处 做一个标记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勾长针 拉线过来 然后呢,两个线圈并一起 然后呢,再把两个线圈并一起 就可以了 我们算上最开始的三针变子针 对吧,这个地方总共是三针了 接下来我们再勾好11针的长针 我们这个长针勾好以后呢 上面针牙的部分都是对应着一个双层的辫子针的 就是我们和我们做标记的那个地方是一样的 我们先把我们所需要的这个 总共需要14针长针 对吧,我们先把它勾好 都是长针的一个勾法 好了,勾好以后呢,我们可以确定一下的 对吧,最开始三个变的针算一针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算一针 总共14针就对了 好,正好是14针了 勾好这14针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线尾 最开始的线尾呢,用力拉紧 用力拉紧,这样中间的那个圆圈就没有了 然后呢,接下来呢 我们第一圈勾好以后呢 我们又给它首尾相连 我们在哪里首尾相连呢 就在我们做标记的这个第一针 真正的长针上面这个针眼的地方 我们最开始三个辫子针不要管 直接在第一个真正的长针 第一个真正的长针上面对应的 这个双层辫子针的针眼的地方 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非常明显的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进行连接 我们来连接一下 我们把记号扣可以拿掉了 在第一个真正的长针上方的 这个双层辫子针的针眼里面 穿针 穿过去以后 把线勾住 带过这个针眼 然后呢,再把这个线圈 再带过后边的这个线圈来 这是一针引拔针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一圈就勾好了 这一圈呢 总共是有14个辫子针的针眼 对吧,14个长针 我们最后连接的这个引拔针的 这个双层辫子针眼 正好就落在了这个三个辫子针的 这一针上面 它也是算作是一针 一个针眼的 大家记住这一点 总之呢,14个针眼就对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我们在穿针的时候 针眼呢,大家看一下 我们挑这个外侧的单层线圈 外侧单层线圈 然后里侧的这一层呢 我们都给它留着 都不要挑 是后期我们用来 就是说勾那花蕊的部分 我们现在呢,直挑外侧的单层线圈就可以了 大家记住第二圈我们直挑这个外侧单层线圈 外侧单层线圈 里面这一层呢,全部给它留着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个 引拔针穿针的这个第一个 长针对应的这个外侧单层线圈的这个地方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然后呢,带过后边这个线圈 我们为的是把线呢,带到外边去 虽然我们现在这个 线呢,就在这个地方 对吧,我们为的是把它带到 外侧单层线圈的地方去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穿针开始勾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 第二圈在勾的时候,我们需要加针的 每一个针眼呢,需要勾出两个长针来 我们先勾三个辫子针 那么,这三个辫子针呢 就相当于是从我们这个第一个针眼里面出来的 这三个辫子针相当于是一个长针 对吧,之前我们也说过 它相当于是一个长针 它相当于是从这第一个针眼里面出来的 所以呢,接下来 我们就还在这个针眼里面 再穿针,再勾出一个长针来就可以了 和它凑成两个 对吧,就相当于是这个针眼里面 同时勾出来两个长针 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再勾出一个长针 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第一个针眼里面 同时勾出来两个长针 对吧,然后呢,我们在第一个 真正的长针上方的针眼里面 给它做上标记 这是我们手为相连的位置 大家记住,每次做标记呢 就是在第一个真正的长针上方做标记 辫子针上面我们不做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都给它勾上两个长针的方法来勾 记住都是挑这个外侧单层线圈 都是挑这个外侧单层线圈 里面这一层线圈我们是有用的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我们最开始起针是起了14针 对吧,然后呢,我们第二圈呢 是加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同时勾出两针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变成28针 28针 其中呢,第一针呢 我们是一个假的长针,对吧 是一个三针的变四针 它也是作为一针长针存在的 我们先把第二圈呢 迅速的给它勾好 我们现在勾的是这个 每一朵小花 就是说我们的19朵花的 下面的那个底盘部分 它就是一个圆片 就是说呢,我们切好针以后呢 需要给它慢慢的进行加针 把它变大 我们继续往前勾 最后一个针眼 应该就是我们这个 引拔针那个针眼的 大家记住 就是我们第一圈 手里相近的那一针引拔针 它不是扣在那三针边的针上面了吗 它是作为最后一个针眼存在的 好了,我们给它每一个针眼里面 同时勾好两针以后呢 我们进行连接 也是在这个做标记的这个地方 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做标记的第一个长针 真正的长针上方的这个针眼来连接 连接的时候我们是勾两针的这个线圈的 勾两针的 勾两针的 用引拔针连接好 这一针引拔针的这个线圈就又落在了这个 辫子针上面就可以了 作为最后一个针眼存在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 我们在串针眼的时候 也是挑这个外侧的单层线圈 就可以了 和第二圈一样 那么我们第三圈在勾的时候 在加针的时候 我们是按照隔一加一 隔一加一的方法来勾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勾一个一针的 勾一个两针的 勾一个一针的 勾一个两针的 这样的方法来勾 就一针加针 一针不加针的方法 那么我们挑这个外侧单层线圈 一定要记住 和第二圈一样 还是挑这个外侧单层线圈 同样的方法 我们现在第一个针眼的地方 挑这个外侧单层线圈 我们先用一个引拔针 慢慢的这样过渡过来 过渡过来以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从这第一个针眼的部分穿针 我们第一个针眼呢 就是说先不加针 我们先勾出一个长针来 那么这三个辫子针呢 它是算作是一个长针的 对吧 它就相当于是 就是说这个三个辫子针 相当于是从第一个针眼里面出来的 没有加针 对吧 所以呢我们就 直接在 不用管它了 直接在这个 它前面的第二个针眼的部分呢 勾出两个长针来就可以了 这是不加针的 勾了一针 对吧 然后呢第二个针眼呢 我们给它勾出两针来就行 第二个针眼也是调外色单层线圈 勾出两针 同样的我们在 第一个勾成的长针的 真正的长针的这个针眼的部分 做一个标记 然后呢我们就说 第一个针眼 我们没有给它加针 对吧 第二个针眼加了 然后第三个针眼不加针 第三个针眼不加针 然后第四个针眼加针 勾两针 第五个针眼不加针 然后第六个针眼勾两针 就可以了 我们就在这个方法呢 把第三圈给它勾好就行 我们这个做针的颜色呢 你是可以自己搭配的 对吧 按照自己的喜好 然后大小呢 你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用途 来给它扩大或缩小都可以的 你可以把它勾成一个瓢窗垫 还可以勾成一个地毯垫 都可以的 总之呢 姐妹们在勾这款做针的时候呢 遇到编织问题 可以过来找我的哈 可以那个加我的私人微信 娟娟CZ 也可以呢 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微博微信上给我们留言 还可以直接到这个 右下角的这个 淘宝店铺 就因为编织 毛线材料包店里面 直接去询问客服都可以的 如果姐妹们需要材料包的话呢 可以直接去屏幕右下角的 那个店铺 就因为编织 毛线材料包店里面 去直接购买材料包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找我们店铺的 首先找准确 因为现在我们的店铺和视频呢 已经被好多家店铺 严重的转载和冒充了 所以姐妹们一定要 找准确我们的店铺 这样的话呢 您才能够买到正确的材料包 对吧 而且呢 还能够就是得到我们的这个 呃 编织问题的时候 知道的这个特权哦 因为视频是我们家出的 只有呃 只有我们家最清楚这个材料包的用量 对吧 而且我们家的线呢 质量是非常好的 非常适合 就是说这个呃 家居用的这个呃 棉线 我们就这样一直勾 把第三圈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按照隔一针 加一针的方法 一直勾到最后 最后一针呢 我们肯定是一针 加针的 最后一针呢 我们引拔针 就是我们第二圈 连接的那个引拔针 那个线圈 对吧 它是一个加针的 呃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第一针呢 是没有加针的 对吧 我们第二圈勾好以后 是28针 所以呢 我们最后一个线圈 肯定是加针的 如果你是那个不加针的 那肯定是勾错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第三圈勾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呢 给它剪断了 因为我们这下面的这个 小底片呢 勾三圈就可以了 把这个线为剪断 然后呢 我们把接口拿下来 我们用勾针 也是在我们做接口标记的这个 第一个长针的针眼的地方 这样穿针 从后往前穿过来 把线勾住 拉过去 拉紧一点 然后呢 我们这个线尾 是从这个单层线圈里面出来的 就还从这个单层线圈里面 穿针过来 把线勾住 拉过去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圆片 就完成了 你就按照这个相同的方法呢 勾好19个这样的单元片 小片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大家勾一下 里面的 就是小片上面的这个 花蕊的部分 最中心呢 我们是一个红颜色 然后外侧呢 是一个灰颜色 那么我们在穿针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非常好找着针眼的 第一圈呢 我们不是留了 内侧的这个单层线圈吗 每一次就是挑这个单层线圈 作为针眼就可以了 每一个针眼里面 我们同时勾出四个长针 把这14针的 14个这个单层的线圈 每一个针眼里面 勾出四个长针来 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 对吧 我们来勾一下 在这第一圈的 这个地方 来勾 第一圈呢 我们是用红颜色线来勾的 随意你在哪个地方 穿针都可以的 我们在这儿 穿针 起头 穿过来 把线 勾住 拉过来 把线为那给它压住 先勾三个辫子针 这三个辫子针 算作是一个长针的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在这个第一个 单层线圈里面 再连续勾上三个长针 就可以了 再连续勾上三个长针 好了 这三个长针架 最开始三个辫子针 算作是 总共呢 算作是四个长针了 接下来从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还是单层线圈 穿针过去 再给它连续勾出 四个长针来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第二个针眼就完成了 接下来第三个针眼 穿针过去 再勾出四个长针 直接把线尾横在上面勾起来就行了 通过这样 就是说每一个针眼里面 勾上四针的长针的一个方法 它针数比较多嘛 它就是说 互相挤压 挤在一起 那么它就会弯弯曲曲的形成一个花蕊的一个形状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勾法 就是来回重复 勾长针 就可以了 我们第一圈 它是那个 十四个针眼 对不对 所以呢 那我们就是在这每一个针眼里面 都给它针眼勾上十四个 不对 都给它勾上四个长针 就可以了 经常说着说着就这样给它说顺嘴了 就发生口误了 所以呢 在视频当中呢 可能我会出现个别的错误 所以姐妹们 在那个发现以后呢 一定要及时联系我 让我改针哦 因为要一边织一边录嘛 有的时候可能大脑短录 对吧 可能就会那个 发生这个口误的情况 所以姐妹们一定要多多包涵 我们把第一圈那先给它勾好 大家会勾第一圈了 就会勾第二圈的那花蕊了 同样的一个编织方法 只不过就是线的颜色 发生了变化而已 这款坐垫勾成以后呢 比一般的坐垫呢 要厚实一些 非常适合当这个坐垫的 我比较 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这款坐垫 颜色搭配呢 也是我喜欢的这个颜色 就这样一直勾下去 每一个针眼都勾 每一个针眼都勾的 这样的话针数一变多 它就会形成一个弯弯曲曲的一个形状了 大家看一下 对吧 然后勾好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拉长 把它给剪断就可以了 那么它连接的方法和我们的第三圈底盘的连接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就在第一个长针 真正的长针 第一个真正的长针 不要是这个辫子针哈 真正的长针上面 这个针眼的部分 从后往前 串针过来 把线勾住 拉过去 然后呢 在这个单层线圈里面 串针 从后往前串针过来 把线尾呢 再勾过去 拉紧就可以了 后期呢 我们再进行锁针 那么我们的第一圈 里面的一层花锂就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线尾呢 拉到里面来 把线尾勾住 拉过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从第二圈的 这个地方 也是按照每一个单层线圈 地方穿针 对吧 从这个地方穿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 都给它勾出四个长针来 就可以了 方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我们换用了 灰颜色的线来勾 所以第二圈呢 我就不再给大家 详细的演示了 大家独立把它完成 没有什么难点的 把线带进来 最开始的这个四个长针呢 它是有一个假的 对吧 有一个三代的变色针 是冒充的 但是它也是作为一个长针的 大家独立呢 把第二圈的这灰颜色的 这个这一层的花园呢 给它勾好 好了 我们把这个小片的方法 都教给大家了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呢 总共勾出 19个这样的小花 就可以了 背后呢 有这么多线尾 对不对 我们可以呢 把这线尾呢 给它打个线结 绑在一起 打个死结 这样的话 线不会脱落 然后把实在长的部分呢 给它剪断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每一个 单元小片勾好以后呢 都要留一个长的线尾 这个线尾呢 我们不要给它剪断的 一定要就这个线尾 不要给它剪断的 因为后期呢 我们连接的时候 要用到的 大家把那19个小花 勾好以后呢 我们再来教大家 连接的部分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先教大家 勾一下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19朵小花呢 我们最终也是要 给它镶嵌在这个 下面大的这个圆盘上面的 我们教大家 勾一下这个大的圆盘的部分 其实这个方法呢 和我们每一朵小花 下面的那个底盘的勾法 是一样的 至少前三圈的勾法呢 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 也是用手指这样 在手指上绕一个圈 拿下来 然后呢 左手呢 这样拿着 两根手指 把线夹住 把线 把勾针穿进去 把线拉过来 勾好一个辫子针 固定好 然后三个辫子针 作为起立针 同时作为第一个长针存在 对吧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圆里面 再给它勾上 13个 长针 勾上13个长针 然后呢 在第一个长针 真正的长针上面 做上标记 这个前三圈的方法 和我们那个 小花下面的那个 最开始我们教大家 勾的那个 三圈的 小红片的 这个方法呢 是一样的 所以呢 前三圈呢 我就迅速的 给它勾过去了 勾好这个 总共是 14针的长针 第一圈 好了 我们可以确定一下 这个帧数好 确定好以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线尾呢 拉紧 拉紧以后呢 我们手为相连 在G2扣 做标记的这个地方 手为相连 把G2扣拿下来 在这个第一个 真正的长针 上方的这个 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 拉过来 用一针引拔针 连接好 这个引拔针的线圈 落在这个 辫子针上面 就可以了 第一圈连接好了 接下来我们 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是进行 加针的 对吧 14针变成28针 每个针眼里面 出来两针 那么唯一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在穿针的时候呢 就直接穿这个 双层的辫子针了 双层的辫子针 不是挑那个 外侧单层线圈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勾 在第一个针眼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那个 引拔针穿针的 这个针眼的地方 我们先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就在第一针的 针眼的地方 就是引拔针 穿针的那个针眼 我们在这个针眼 再给它勾出 一个长针来 就可以了 对吧 加上我们就开始 三个辫子针 就等于是给它加了一针了 这个方法 其实和我们 那个 那个小片的 小红片的方法呢 是一样的 加上这个三个辫子针 那么第一个针眼 就相当于是 勾出来了两个长针 就等于是加针了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我们是穿这个 双层的辫子针了 我们同样的 给它做好标记 在第一个真正的 长针上 放锁标记 然后接下来 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勾上两个长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勾上两个长针 大家跟着我 把第二圈 给它勾好 第二圈是 每一个针眼里面 都加针 由14针呢 就变成了28针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我们把这个小圆片呢 越变越大 最后一个针眼呢 就是我们第一圈 手尾相连的 那个引拔针 那个针眼 好了 第二圈就完成了 对吧 完成以后呢 进行连接 在G2K标记的这个 针眼的部分连接 在第一个真正的长针 对吧 第一个真正的长针 上方的针眼地方 进行连接 好了 那么第二圈就勾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勾一个辫子针 这一个辫子针算作是一个长针的 它就相当于是从这第一个针眼里面出来的 对吧 我们第三圈是 隔一针加一针 隔一针加一针的方法来加针 我们第一个针眼呢 勾一个长针就可以了 然后呢 第二个针眼我们再进行加针 第二个针眼里面我们勾两个长针就行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也是把第一个真正的长针 做上标记 这是我们收尾相连的位置 然后第三个针眼里面勾一针 第四个针眼里面勾两针 按这个方法呢 把第三圈给它勾好 你像有的姐妹可能就说了 那么第三圈是隔一针加一针 第四圈是不是隔两针加一针呀 第五圈是不是隔三针加一针呀 还真说对了 就是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说呢 往上涨一圈呢 我们就是说隔的针数呢 就多一针 我们先把第三圈给它勾好 勾好以后呢 我们再说第四圈 这个地方一定要认真 不然的话呢 很容易就是说勾着勾着就勾混了 哪一针该加针 哪一针不该加针 对吧 可能就勾混了 针数呢 就会发生错误 随着我们慢慢的加针呢 这个小圆片呢 会慢慢的扩大 然后每一圈总的帧数呢 就会慢慢的增多 把第三圈 我们给它加好 好了 第三圈就给它勾好了 然后呢 我们给它进行 手尾相接 把接二扣拿下来 在这个地方 穿针过去 把线带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第三圈就连接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勾第四圈 第四圈我们在勾的时候呢 就是说呢 隔开两针加一次针 第五圈就是隔开三针加一次针 第六圈就是隔开四针加一次针 以此类推往上走就可以了 就是说每勾一行呢 我们这个隔的帧数呢 就给它加上一针就可以了 总共呢 我们下面这个大的这个圆片 总共是勾好15圈就可以了 大家记住 然后呢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一直给它加针加下去就可以了 第三圈我们是隔一针 第四圈我们是隔两针 然后第五圈是隔三针 第六圈是隔四针 以此往上类推 每勾一 每多勾一行 那么隔开的这个针数就多加一针就可以了 一直勾好15圈的这个 呃 圈数就可以了 我们下面这个底盘就够了 好了 接下来姐妹们就跟着我呢 按照这个方法来勾 我们先看一下第四圈 先勾三个辫子针 那么这三个辫子针相当于是从这个第一个针眼里面出来的 对吧 我们接下来在第二个针眼里面再勾上一个长针 我们是隔开两针加一针 所以呢 这两针是隔开的 然后在第三个针眼里面 给它勾上两针就可以了 第三个针眼里面是加针的 然后第四个针眼隔开 第五个针眼隔开 第六针呢 还是加针就可以了 就按这个方法来勾就行了 对吧 就是说呢 呃 隔开两针加一次 隔开两针加一次 第五圈是隔开三针加一次 呃 第六圈呢 是隔开四针加一次 一直呢 勾好十五圈 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下面这个圆盘呢 就会慢慢的通过加针的方法呢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勾到你所需要的这个 呃 长度和大小就可以了 接下来 姐妹们就独立完成 把这个大的这个圆片 给它勾好 好了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下面的这个大的这个圆片呢 勾好十五圈 就给它完成了 你就按照我们交给您的方法 依次给它加针 就可以了 最后呢 十五圈勾好以后 给它锁针 剪断线 就可以了 勾好十五圈 那么勾好这个圆片以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先把这个圆片呢 放到一边 我先教大家 连接那个 小的 那个十九个 那个小花的部分 我们勾好 总共需要勾好十九个 这样的小花 对吧 我们需要先把这 三个连起来 然后呢 四个连起来 然后再把五个花连起来 接下来再是四个连起来 再是三个连起来 也就是三四五 然后四三 这样的一个连接顺序 三个四个 然后五个 然后再是四个 再是三个 这样连接起来 好 接下来呢 我先教大家连接一下 先把两个花片 连接在一起 任意两个花片拿起来 我们这根线尾呢 是留出来专门连接线尾用的 连接这个小花用的 我们用这个大头针 穿进来 然后前面两个花片 连接的时候呢 可以就是随意的 找两个针尾 我们把这个 这样给它扣起来 把两个花片 我们连接的时候呢 连接两针就可以了 就是两个针尾 对应着连接起来 就可以了 这边穿一针 然后呢 这边对应着 穿出一针来 然后在第一针的这个位置 多给它穿一下 然后呢 我们往前面走一针 也就是每两个小花 连接在一起 占用两针的一个宽度 就可以了 这样给它 多固定几针就可以了 两针的一个宽度 就行了 连接好以后呢 把线给它 拉过来 在反面的地方呢 给它 藏一下线尾 给它固定一下 这样给它固定一下 然后呢 就可以把长的部分呢 给它剪断了 也可以在上面这个地方 给它这样穿一下 在这个地方给它剪断 这两个花片 就连接在一起了 对吧 接下来第二个片 和第三个片连接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讲究一些了 大家找到我们这个 连接的这两针不算 对吧 我们往前面数出 19个针眼来 往前面数出 19个针眼来 这是第19针的针眼 我们把第19针针眼 给它扣起来 然后呢 我们连接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第20针 和第21针连接起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一侧19针 然后呢 这一侧 就是说也是19针 就可以了 就是说 第二片在连接第三片的时候呢 就需要给它左右两侧对称了 同样的把线尾穿进来 我们拿起第三个花片 一定要注意 我们是这样扣起来 就是说这个小花的反面 扣在一起 对吧 把这两个小花的反面 给它扣在一起 这是第19针 对吧 我们把第20针 和第21针扣起来 连接起来 第20针 我们把线尾 直接带过来 就可以了 这个连接的线 这样直接带过来 第20针呢 给它对应着 给它 穿起来 固定一下 然后呢 第21针呢 也是给它 这样穿起来 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拿掉了 有点碍事 对吧 然后呢 第21针 也是给它这样 对应着 给它穿起来 就可以了 给它多固定上几针 这个地方就不会 那个 断了 我们把线尾 同样的穿到反面来 给它这样锁一下针 往前面穿一下 给它剪断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的三个花片 就连接在一起了 接下来 如果你是连接四个花片 或是五个花片的时候呢 你就按照枪层方法 这一次数出19针来 对吧 连接四个花片 然后再数出19针来 连接第五个花片 就可以了 你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三个连接在一起 把四个连接在一起 把五个连接在一起 就可以了 总共就是说 我们需要连接 两个这样的三个的 两个四个的 然后呢 一个五个的 就可以了 大家把这一部分呢 先给它连接好 好了 我们把片与片之间呢 就是通过三个四个五个 这样的方法呢 连成一行一行的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 再把这个行与行之间 进行连接 我们就又不用 这根小线尾了 我们就直接呢 因为这根线尾太短了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大头针呢 给它带入一根 比较长的线 我们就不用断线了嘛 直接就是一行一行的 连接起来了 我们这是第三个 连接在一起的 这一行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下一行是四个 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 三个和四个的 这两行呢 连接在一起 下面的这个 三个花片呢 分别就是说 在上面的四个 花片的中间部分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 第三个和上面 第四个连接在一起 对吧 上面第四个片 连接在一起 那么我们需要 数出五个针牙 隔开五个针牙 二三四五 我们把第六 第七个 这两个针牙 第六针 第七针 给它控出来 这两针是用来连接的 然后这第三个 这个花片 我们就是说呢 给它数出多少针来呢 我们给它数一下 这个花片 我们需要连接两个点的 所以呢 我们先给它 数出五针来 大家数一下是 二三四五 然后呢 第六针 第七针 连接起来 然后再数出五针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 前面隔开十二针 第十三针 第十四针 是作为我们 这个和上面 这一片连接的 这个地方的 这个点 所以呢 我们就来连接一下 用我们穿好的 这个针 前面给它 数出的是 刚才我们数过了 就是说 先数出 五针 然后呢 连接 两针 对吧 然后再数出五针来 总共就是说 隔开 十二针 我们总共先给它 数出十二个针 隔开的十二针 然后呢 第十三针 十四针 这两个针 是作为我们 连接的那两个针 把这两个针 我们把它 我们先把十四针 穿起来 留一个小线尾 可以先把线尾固定一下 没固定住 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直接固定住的话 也可以就是说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 打一个线截 对吧 我们直接打 这样打一个线截 它就 那个拉不过来了 然后呢 我们从 我们把十三针 十四针 给它连接起来 和这个 上面这一行的 这是前面隔开 这是五个针眼 对吧 一二三四五 从第六针 第七针上面 给它进行连接 我们把十四针 和第七针 给它对应的 连接起来 穿针 穿在一起 固定在一起 多穿上几针 给它固定一下 行与行之间连接 也是通过 片与片之间连接的 对吧 也是给它 连接两个 针眼的宽度 就可以了 连接两个 针眼的宽度 好了 然后呢 连接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 穿过来 这两片呢 我们就给它 连接好了 对吧 找到这个 对应的这个针 给它连接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呢 从反面的地方 往前走几针 因为呢 后期我们这个片呢 还需要再连接一个点 中间也是隔开五针的 我们往前可以这样 穿过几针来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三个片 还需要和上面的 这个第三个片 连接在一起 我们中间也是 给它隔开五针 从这个地方隔开五针 可以数一下的 对吧 然后呢 第六针 第七针呢 给它连接在一起 上面这个地方 上面这个画片 也是数开五针 找到第六针的地方 对吧 这两个六针呢 给它连在一起 固定一下 然后呢 第七针呢 给它穿在一起 也就是说呢 我们每两个连接点之间呢 都是隔开五针的一个帧数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三角 那么 就是每一个三角这个边呢 都是隔开了五针的 一个帧数 也就是说 每两个连接点之间呢 都是隔开五针 就对了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所有的这个 呃 片一片之间 都这样给它连接 隔开五针 然后呢 隔开五针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两个点呢 给它连接在一起 就行了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呢 把这 把这几行之间呢 全部给它连接好 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两行连接在一起 然后下一行就是 五个 呃 花片连接在一起的对方 也是给它这样 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对吧 按照这个方法 把那个片一片之间 全部连接在一起 下一行就是 还是四个 还是四个 这样给它找准 找准位置 对应着 给它连接好 就可以了 再下一行 又是三个 把这所有的这个 十九个花片呢 通过 先通过片一片之间的连接 然后再通过 行与行之间的连接 全部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行与行之间 都是说进行三个连接 对吧 都是进行三角的 这样一个连接 都是隔开五帧 就可以了 我们接着往下面连接 对吧 我们可以呢 直接穿到后面去 穿到这个片的后面去 下一个连接点 都需要隔开五帧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后面 这样给它穿过来 往后延伸一下 对吧 往后延伸一下 这样的话就不用断线了 然后呢 我们找一下连接点 我们需要隔开五帧 一二三四五 然后把第六帧 第七帧 给它连接在一起 先给它标记出来一帧 下面这个花也是一样 与上一个连接点之间 隔开五帧 找出这个第六帧 和第七帧的位置 我们把这两帧 对应着穿起来 第六帧穿起来 每一帧呢 我们可以给它都固定 好几帧 对吧 就是给它这样 多穿几次 为的是结实 第六帧固定好 然后第七帧呢 也给它固定好 对应着固定好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 穿到下面去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又一个三角出现了 对吧 它也就连接好了 这个三角呢 也是 都是五帧的一个空隙 你就记住 每一个连接点 和每一个连接点之间 都是隔开五帧的变子帧 就可以了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我们这所有的这个单元小片 全部都连接好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按照方法呢 把这个十九个单元片 都给它这样连接在一起 形成这样一个六边形 就可以了 对吧 形成这样一个六边形 六边形的话 它有六个角的 对吧 就六个角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连接好的这个小花呢 给它镶嵌在一个下面 我们勾好的大的圆片上面 那么我们来放一下 如何来放呢 我们这圆片放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反面朝上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反面朝上 和这个连接好的 这一面的反面 让给它 对着连接在一起 这是我们中间的 五个 连接在一起的这个地方 对吧 它这个是最中间的 那个第三个的地方 这属于最中心的地方 我们把它和 圆片的中心的这个线维呢 可以给它绑在一起 给它绑在一起 那么我们是 如何把这个小花片 这个 这十九个花和下面这个 大的圆片 连接在一起呢 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 通过固定六个点 哪六个点呢 就是说是六边形的 那六个点的方法 把它固定在这个圆片 大的圆片上面 刚才我们也说过了 我们把这十九个小花 小花片连接好以后 它是一个六边形 六边形呢 它就有六个角的地方 对吧 我们在角的地方呢 就是说把这个 小圆片的这个底座 和下面那个大的圆片 给它固定在一起 就可以了 这六个点呢 六个角的部分呢 是非常容易好找的 我们上面这三个花的地方 对吧 这个花片 这儿呢 就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角 我们找到大概是中间的 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把这朵花下面的 这个小片 和下面的大片 找出两针来 这样给它 上下连接在一起 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标记出来 找到大概是 这一片中间的位置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角也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是通过连接 这个小圆片和大圆片 对吧 找出大概是中心的两针 给它这样 我们给它做上标记 在连接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上下两个片 都需要穿针 然后呢 这一侧 最中间的五个花的 所有两侧 这是右侧 对吧 最中间的五个花的右侧的 这个花的边缘部分 我们找到中心点的位置 大概是 给它固定一下 这个地方需要上下连接 然后这一侧也是 需要上下连接 连接这个单元小片 和下面这个大圆片 给它固定在一起 找出四个点来了 然后下面 最下面的这两个点 它也是属于 这个 六个角的部分 上下两个片 给它扣在一起 然后这个点也是 上下两个片 给它扣在一起 我们这是 把六个角找出来了 对吧 这六个点呢 我们是给它分别 做好了标记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接着来勾 我们那个大圆片 在勾好以后呢 那个线呢 并没有剪断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用这根线 接着来勾 我们需要再把下面 这个大的花片上面 勾上一圈 花边 每一个针眼里面 勾上四针长针 然后到了我们连接的 这六个点的地方呢 我们就是说 上下穿两层就可以了 就把这两个针眼上下都穿起来 对吧 在每一个针眼里面 也是给它对应勾上 四针长针就可以了 只不过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连接 就是说小片和大片 其余的地方 我们不需要连接的地方呢 我们就是说呢 在顺着这个 下面这个大片的 这个每一个针眼 勾上四个长针的方法来勾 勾上三个辫子针 然后呢在第一个针眼里面 勾上四个长针 这个方法就是和我们那个勾 小花的那个花尾部分的勾法 是一样的 通过就是说每一个针眼 进行加针 勾成四针长针的方法来勾 这样的话呢 我们最外圈的这个 大的这个圆片 这个边缘部分呢 它也是这样一个 就是说层层叠叠的 这样一个波浪的 这样一个大花纹 对吧 我们一直勾到我们 就是说做接口标记的 那个地方 它那个地方 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 也是呃 对于针眼来勾 对吧 每一个针眼里面 呃 勾上四个长针 你像我们现在勾的这个地方 它只是单纯的在呃 在这个大的圆片的 这个底座上面来勾 对吧 它并没有呃 说那个把 小花上面那个片 小花上面 每一个小花下面 不是都有一个底片呢 并没有把那个底片 和这个大的圆片 连接在一起 对吧 只是在单纯的勾下面 那个大片的部分 每一个针眼里面 都用勾上四个长针 而到了我们这个六个点 就是说六边形的 六个角 做标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 嗯 把那个 小圆片 和大圆片 同时穿针 固定在一起 所以呢 我们这一大圈 勾下来 主要是有两个目的 一是呢 把这个大的圆片 外侧呢 给它勾上一个 波浪纹的 这样一个 呃 花形吧 对吧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呢 把这六个点呢 上下连接在一起 主要是这两个目的 大家跟着我呢 一直勾到我们 做交扣标记的 这个地方 前面呢 就是每一个针眼里面 都给它勾出 四个长针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好啊 啊 对吧 对吧 如果我们那个大远片一不小心没有流线尾 对吧 我们就可以随意找一个地方起头 继续来勾这个地方就行了 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了 前面这个地方勾好了 到了我们这第一个点的地方了 对吧 这是我们找到的这个点 我们把尖口拿掉 我们把这个小花下面的这个小片穿上一针 大片穿上一针 这样给它勾起来 在这个针眼里面同时勾上四个长针 然后呢 在另外的前面这个针眼里面也是 在上下穿针 再给它勾出四个长针来 它这个地方就是说呢 需要连接这个大片和小片 其他地方呢 就是说都是在大片的这个边缘上面来勾这四个长针 我是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一点就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就这样把这一大圈呢 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普通的部分勾这大圈的边缘部分 到了点的地方上下给它连接 也是勾四针的长针 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上下连接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我们这个 这一大圈呢 全部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全部给它勾好 接下来呢 姐妹们就独立完成剩下的部分就可以了 我就不再详细的演示这个过程了 把一大圈呢 全部给它勾好 好了 我们这样一大圈呢 全部给它勾过来了 勾到最后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最开始我们起针的那个地方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给它手里相接一下 我们可以勾好以后呢 可以把这个线直接剪断 剪断留一个小的短的线尾 然后呢 勾针呢 在前面的这个针眼的地方 第一个长针的这个针眼的地方 对吧 从后往前 这样穿针过来 然后呢 把线勾住 拉过去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根线尾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还从这根线尾这个地方穿过来 把线拉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就连接好了 连接好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尾呢 不要留在这个地方 不要留在这一面 因为这一面相当于也是正面的 我们把这个线尾呢 给它这样锁一下针 锁一下针 锁好以后呢 我们把线尾呢 给它勾到 就是说前面来 勾到前面来 勾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相当于是反面的 对吧 我们把勾到前面来 然后呢 就是说呢 一会儿我们再把它藏起来就行了 把那线尾呢 勾到前面来 一会儿呢 我们再给它 藏起来 在上面一层的地方 对吧 轻轻地挑这个 线圈 这样给它 这样给它藏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个反正面的地方 不要给它留出痕迹来 这相当于是正面的 好了 那么我们外面这一大圈呢 给它勾上花蕊的部分了 然后呢 六个点呢 又给它连接好了 对吧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把六个边 没有连接的地方呢 再给它连接一下 因为呢 我们这六个点呢 虽然连接在一起了 但是呢 我们这六个边的这个部分呢 它这花 这小花的部分 和这个 下面这大圆盘的地方 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它都还虚着呢 并没有连接 对吧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这六个边的 这个地方呢 用线呢 给它稀疏地连接在一起 这儿呢 我们留了一根线尾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 其实从哪个地方开始 都可以的 如果没有这根线尾的话 你就随意呢 穿上一根线 在哪个地方起针开始缝 都可以的 缝的时候方法比较简单 就是说呢 你沿着这个 每一个小花片的这个轮廓 对吧 这个是连接点的地方 对吧 我们就是说呢 在连接点的前面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穿针的时候呢 要把它固定在这个大圆片上面 大圆片上面 我们在穿针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要轻轻地挑上面这个线圈 轻轻地来 挑这个线圈 你不要在这一面 给它显露出来了 轻轻地挑上面这个线圈 然后呢 和这个小花下面的 这个小片的部分呢 这样给它连接在一起 对吧 然后再挑上两针 轻轻地挑 不要在下面显露出来 然后呢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给它挑上两针 然后呢 连接这个小圆片 稀松地给它盯上几针 就可以了 把这边缘部分 这一面呢 千万不要显露出来 就这样给它 沿着每一个小片 对吧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 就是作为那个六个角的部分 连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这样给它跨过来 也是轻轻地挑上面这个线圈 给它跨过来 然后呢 把这个小圆片的这一侧呢 也是给它轻轻地固定在 这个下面大的这个圆片上面 这个地方并不是说什么死的规定 你就是说 顺着这个方向 把这个需要固定的地方呢 给它固定在这个圆片上面 毕竟我们这个 只是通过这六个角的连接呢 我们这六个边的部分呢 并没有连接 这样的话 它是会 怎么说呢 来回 也不是说是来回晃动 它不是特别的结实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是说呢 把这个边缘的部分呢 也是给它这样连接起来 好了 大家看 到了我们这个 两朵花中间的这个地方了 对吧 我们把这个连接好 到了我们这个 两朵花中间的部分了 中间的部分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上面 上面 两朵花上面 中间对应的这个 呃 花边的部分呢 给它这样 拉过来 细在中间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地方 穿上两针 在这个地方 穿上两针 对吧 找出两针来 这样给它横着穿过来 把这个边缘的部分呢 给它往前 细在两朵花中间的部分 中间的空隙的部分 都是轻轻的来挑哈 不要在下面 弦露出来 这样给它 细进来 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把这个 呃 地方呢 给它折叠进来 这个地方 它会比较好看的 给它细在这个地方 细好以后呢 接着就固定 前面这个片就可以了 到了下面的 呃 这个两个片 中间的地方的时候 也是把这个地方 给它固定在 两个片中间的地方 就可以了 这样的来固定 后面都是这样一个方法 对吧 呃 先把每一个片 这个 外围的地方 给它固定住 固定好以后 到了两个花片 中间的地方的时候呢 就把那个 大圆片的那个 呃 对应的那个 地方呢 给它 拉过来 拉进来 细一下 我们先把 这个 第二个花片的 这个 边缘部分呢 上下给它 细一下 细疏的给它 细几针就可以了 紧一点 密一点 都没有关系的 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重点是说呢 给它 上下两层呢 给它紧密的 连接在一起 就可以了 这样给它 连接在一起 然后呢 一直连接到 两朵花 中间的部分 都要这样 给它轻轻的 这样挑过来哈 连接在一起 然后又到了 两朵花中间的部分了 对吧 我们也是把 两朵花中间 上面这个地方 给它这样 拿下来 固定在两朵花中间 大家看一下 这样固定好 就可以了 下面也是这样 固定好 这个地方固定好 两朵花中间 上面的部分 都要这样给它 拉下来 细在这个地方 都要这样 给它细起来 这样的话 它才有那种 就是说呢 紧紧的 紧紧的围绕在一起的感觉 对吧 我们这一整圈 都是这样一个方法 就可以了 这一整圈 就是说通过 对边缘部分的连接 还有就是说呢 把那个 大圆片的边缘部分呢 细在两朵花中间的部分 主要是 进行这两项工作 第一呢 就是说 把那个 小花 六边的边缘部分呢 细在下面 大圆片上面 另一个就是说呢 通过一边细呢 一边把那个 大圆片的那个 花蕊的那个 弯曲的波浪的 那个地方呢 细在两朵花中间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进行的工作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一部分给它完成好 就可以了 固定边 然后呢 固定这个大的圆片 这个花蕊的部分 固定在两朵花中间的部分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 坐垫呢 就会更加好看 对吧 固定好以后 就接着往前面走 固定这个 花片就行了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一大圈呢 都这样给它固定起来 都这样给它固定起来 好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大圈呢 也给它这样固定好了 并给它细好 这个边缘部分了 我们这上下两层呢 主要是先通过 六个角的连接 然后再通过这边缘部分的连接 对吧 给它上下两层呢 给它这样固定在一起 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呢 边缘的部分呢 给它细在两朵花中间的部分 这样给它细过来 细过来 细在这个地方 用这样 缝上一针的方法 给它细在这个地方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上下 这个两片呢 就全部的给它吻合的 那个固定在一起了 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线呢 在最后这个地方呢 给它 锁一下针 剪断就可以了 好了 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坐垫的 这个编织过程呢 整个的全都交给大家了 如果还有编织问题的话呢 姐妹们就通过屏幕上方的 联系方式来联系 我们就可以了 需要材料包的解密 直接去屏幕右下角的 均均编织 毛线材料包店里面 去直接购买这个材料包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划算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录制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